Machimachi 忙碌的一天 不太晴朗的天氣 我聽著歌 坐在前往Hara Juku的電車上 打算去買杯肥宅快樂水 來緩解一下身心的疲勞 所以就自然而然地想到了 最近很火熱的Machimachi 也就是周董新歌 說好不哭MV裡的那家奶茶店 當我剛到門口才發現 11點才開門 自己來早了 可能是昨天周董新歌的緣故 還沒開門就已經開始排起了隊 到了到了就是這裡了 當進店不多久 就發現右手邊有一張很大的菜單 環境也是跟MV裡面一模一樣 莫名有種熟悉的感覺 排著排著外面突然開始下起了雨 還是很大的那種 好吧身上也沒帶把傘 而且因為大雨 也沒有辦法在陽台上愉快地自拍了 心情瞬間一落千丈 不過沒關係 沒有什麼事 是一杯奶茶不能解決的 若是有 那麼你就喝兩杯 剛還沒過多久 我的醉了感就開始爆棚了起來 人家說一杯奶茶的熱量 就相當於兩碗大米飯 那我這 當我還在思考這個問題的時候 奶茶就已經做好了 好在 我發現陽台上還有一個位置是淋不到雨的 而且正好還空著 我當機立斷 立馬拿下 一個人兩杯奶 聽著雨聲 看著來來往往的人流 這種感覺 唉唷 還不錯 一杯好喝的奶茶 它的奶香和茶香 要求一定要搭配得非常好 可口的奶茶既有茶的清香 也有奶的甘醇 二者偏多偏少 味道都不好 就好比我手上的這杯烏龍奶蓋 奶香茶香的比例剛剛好 一顆顆Q彈的小芋圓 口感順滑 軟硬勢中 甜的恰到好處 沒有一絲糊喉嚨的感覺 這杯奶茶不簡單 那麼這邊這杯 就是大名鼎鼎的奶酪奶茶了 顏值爆表 奶茶和奶酪之間 形成了一道靚麗的風景線 喝之前我會先把下面的奶酪攪拌開 讓它和奶茶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不甜不膩 味道剛好 當奶酪遇見了牛奶 嗯 是幸福的味道 啊 好久沒有這樣的閒情 在這座忙碌的城市裡 享受了這片刻的寧靜 在這座忙碌的城市裡 享受了這片刻的寧靜 做 différence 我們進步